骑自行学出门也要买保险 尤其是像我这样天天激情的人 更加一面保险 所以说这一次 我撞到了一个78岁的老年 因为没有买保险 估计是要聚而赔偿 所以说我现在就是因为没有买保险 后悔莫及啊 但是后悔也没用了 所以现在我已经买了两个保险了 因为我还是打算 再执行一段时间 我本来打算想把我那个自行车卖掉 但是我这个自行车忘了一下 根本卖不掉 所以呢 只能继续再执行一段时间 现在不买保险出门啊 我的感觉非常的不踏实 因为 意外啊 它是随时会加年的 我这一次就是意外 是完全没有想到的 我以前是不知道 去哪里买保险 但是我现在知道了 其实这个钱不多 也就几块到几十块 买了个保险啊 买了个保险啊 出门都感觉很踏实 之前我这自行车在外面 我的想法是被别人撞 如果别人撞了我了 他肯定也赔钱 所以说我不买保险感觉都无所谓 但是我忘了考虑 我有可能撞到别人 你再撞到别人呢 还是挺麻烦的 尤其是撞到老年人 撞到年轻人可能好一点 因为现在我国 二个老年人啊 是越来越多了 尤其是农村里面 我们其实 每次经过那个城镇 农村啊 发现 90%以上 全部都是老年人 很少看到那个年轻人的 所以说在那个农村里面 很容易就撞到老年人 所以说啊 一旦撞到老年人呢 那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 毕竟这个老年人 实在是太多了 有时候你一出门啊 可以看到大宝的老年人 所以说啊 我们是自行车 撞到老年人的几率啊 还是比较大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必须买一个保险了 不能有那个酒性的心理 以为我是撞不到老年人 这个东西啊 真的是 意外发生起来的时候 你想都想不到 总之一句话 如果是轻轻提醒的 这个保险 一定要买 不要因为几块钱 到时候搞成几十万 那就是相当的不值了 我用来打敏的 老年人的几率 我用来打敏的